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星星 其實這幾天台股 它會是2021年最重要的一天 最重要的幾天 應該說一直到2021年底 這幾天會是最後的佈局時間點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以今天盤勢來講 今天盤勢最重要的是 不是說買什麼股票 不是說再去追被動元件幹嘛 都不是 以這幾天來講 最重要的是請你把不會動的持股出清掉 沒有機會的持股一律出清 把資金備妥 備妥資金我們準備迎接2021年 最後一次的買點 這才是這幾天你需要去做的 因為其實會說在2021年 這一次的買點是最後一次 其實並不代表說之後就沒有行情 而是說要出現這麼樣漂亮的買點 或是說這麼不錯的買點 只剩下這一次 因為本週是會面臨到聯準會的 利率決策會議 再來是說FOMC的石油增產的協議 所以這兩件事加起來 股市的波動會變得非常非常劇烈 一旦錯過這一次的機會 我跟你說2021年 不會再有像這一次 這麼漂亮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在這幾天一直強調 這幾天你不用去追什麼股票幹嘛的 都不需要 請你把資金備妥 我們準備迎接下一輪全新的買點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強調 在從本週四 利率會議結束 FOMC會議結束一直到下週二 這是一個黃金布局的最佳時間點 大約是三個交易日 這三個交易日 我們就是集中持股下去做布局 所以其實以整個2021年來講 這是一個最漂亮的布局時間點 大家就可以把它試成是 在整個第四季一個全新的開始 所謂全新的開始 代表說之前的一些舊股票 你不用再去做操作 不用說拉回我們就等一個買點 應該是這樣說 這一次的買點 是在2021年底 就以今年來講 最後一次最絕佳的買點 所以既然是說這樣子的買點 跟布局時間點這麼的漂亮 就不要去浪費這個買點 什麼意思 等一下再來講 好 等一下順便會說 什麼叫做沒機會的股票 要清一清 沒機會的股票很多 其實以今天整體盤式這樣 一輪這樣漲下來 大家就會發現到 今天強勢的個股 都是一些跌的比較深的個股 大家可能會有個錯覺 覺得說這些跌生族群即將要反轉 我告訴各位絕對不是 跌生族群你要利用說這幾天的反彈 趕快去把它賣掉 等一下再講 先加入我的Lite Lite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Telegram以盤中訊息為主 Lite平均一天一折 最重要的是 我在我的兩大平台有發布 10月份的預估營收 有機會創高的10檔股票 第一檔叫做聯電 再來是台積電10月營收 有機會怎麼開怎麼走 我也放在裡面 非常重要它影響大盤在11月初的走勢 好 所以記得先加入去看 以整個大盤來講 我在跟各位講的是這個邏輯 你先搞懂這個邏輯 你會發現到這一次的買點 真的會是2021年 最後一次的買點 所謂的最後一次的買點 是在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你說好 我去追高 當然天天都有買點 但這不是我要的 這不是我要的 在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這是最後一次的買點 來 我再帶各位看一次 這裡 就像是昨天所講的邏輯 這完成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因為在上週四 在上週二 在上週二 10月26號 貴買指數出現沙尾盤的情況 沙尾盤代表說爆量沙尾盤 所以特定大戶開始在出清持股 中小型股他們在出清 好 特定大戶在出清持股 他們不可能在特定的時間點 把所有股票一次賣掉 他們的部位都是幾十億上下在跳 所以他需要邊拉邊出 所以之後的這一段 其實他就是再去做換手 這個換手其實 這一段就是舊強勢股 與新強勢股的轉換時間點 這個換手的週期 大約可以抓5到10個交易日左右 上週二往後推5到10個交易日 大約就是到下週二 好 這10個交易日裡面 其中最漂亮的買點布局時間點 又是落在本週四 本週五 一直到下週一跟下週二 因為本週是有兩大會議要去舉行 聯準會11月份的利率會議 再加上OPEC的部長級的會議 為什麼說這兩大事件非常的重要 主要是說聯準會這次11月份 利率決策會議 他會去宣布說 好 在今年底減碼購在怎麼去減 數量多少 時間怎麼走 這會影響到美元的走勢 美股的走勢都會影響到 進而影響到台幣 進而影響到台股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在於OPEC的減產協議 好 他這一次要去商量說 原有要不要去增產 增產的速度又如何 好 這一項結果出來之後 他會直接影響到 所謂的停滯性通膨 因為說他會影響到油價 油價就會影響到停滯性通膨 停滯性通膨嚴重程度 又會影響到整個國際股市 所以這兩大事件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再強調一次 這兩件事 沒有所謂的好跟壞 他結果不論如何 沒有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壞 他就只是對股市造成說 會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因為外資需要跟著去調節 好 比較大的波動 也代表說他就會有買點 只要有波動就會有買點 所以只要有這個買點 這就是我要的結果 所以你搞懂這樣子的邏輯 你會知道 在這幾天的買點會有多關鍵 所以來本週四到下週二 是黃金的三個交易日 你要利用這個時間去買好 那你去看 初期沒有機會的持股 把資金背脫 因為這是2021年的最後機會 既然是2021年的最後機會 代表說你千萬不要去浪費 這樣子的機會 什麼意思 既然是在2021年 你要去充斥績效 要去年貨報酬率 最好的時間點 你絕對不要利用這樣子的時機 這樣子的機會 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操作 去說 好 這個絕佳時間點 我來賺個5%到10% 這就是浪費行情 不需要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這麼好的機會 在2021年底最後一次的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既然是好好把握 我們要找出漲幅最大的股票 上漲空間最大的股票 我們先初步去歸類 所謂上漲空間最大的股票 其中一項 舊的強勢股不要去追 我們要去買的是新強勢股 這裡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 好 在之後的行情 他就是會走一個 新強勢股的行情 這一段行情 它是應該說10月份的強勢股 我們把它統稱叫做 所謂的舊強勢股 其實一直到今天 多數投資人 還是會有這樣子的觀念跟想法 老師說新的買點出現了 所以我要針對原本的強勢股 拉回去找買點 其實我問各位一個 非常簡單的問題 致遠好了 整個10月份最強的股票 可以算是致遠 致遠在整個10月份 漲的大約是80%到100% 80%到100%非常的強 他拉回可能拉回個10到20% 就拉回10到20% 你去買進 好 請問他還有可能去複製 10月份的行情 再走個80%到100%嗎 不可能 如果真的這樣走 他的股價是翻三倍再跳 這除非是炒作 否則正常的股票不可能辦到 所以等於是說舊的強勢股 包含像是智元 包含像是中探征 聲茂或是漢磊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他都有機會在創高 但是創高的幅度 不可能再漲3到4成 代表什麼 代表你去低階這些股票 你也許可以賺到個 小價差10%到20% 但是你賺不到3到4成的獲利 那這裡 既然是2021年的最後機會 那我們當然要去挑漲幅 最大的個股下去做操作 所以我才會說舊強勢股 不會是你這個時間點 要操作的首選 舊強勢股你持有 當然續報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空手要去切入 要去在年底去拼一波績效 絕對不會是首選 所以這個時間點大家就稍微去 把它初步的做歸類 第一舊強勢股可以續報 可以短線操作都好 但是它不是你主要的獲利來源 主要獲利來源是落在新的強勢股 就像昨天講過的光照這類型就是 好 還有另外一項重點 跌生的股票不要去碰 你不要去妄想說一些跌生的個股 它在今年的年齡之前 有機會去幫你解套 或是走出一波反轉的行情 不會 因為這是2021年最後一次的機會 這麼難得的機會 你不要去做什麼跌生反彈 這個是浪費行情 所以其實以今天整體行情來講 雖然你會看到說航運內股在反彈 好 面板在反彈 面板驅動IC在反彈 記憶體IC在反彈 被動元件在反彈 看似跌生的股票全面性的反彈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真正的大資金根本就還沒進場 真正的大資金會流到這一件事 這兩件事過後才會去進場 等於是說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強勢股 它有一點點是在 過度期的味道在 有一點點傾向是資金的parking 既然是資金的parking 它的延續性就不會到太強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什麼樣的股票叫做沒有機會的持股 來 很簡單 航運鋼鐵這些緊急循環股 這些我就不講了 好 以電子類股來講 沒有機會的股票叫做跟成熟製程有關的股票 包含面板 包含面板驅動IC 包含記憶體IC 包含被動元件 包含MCU 這些因為成熟製程的報價 不斷在往上漲 他們因為是低技術門檻 所以沒有辦法順利的去轉嫁成本 沒有辦法順利的去轉嫁成本 代表說他們的毛利率會被壓抑到 毛利率被壓抑到 代表說他們明年的營收狀況 會面臨到一個壓力 跟面臨到一個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這樣子的情況 你說它在第四季要強到哪裡去 有難度 所以記住了 如果你手上有這類股 你想要在今年之前解套 今年之前把資金抽回來 原封不動的抽回來 請你利用這個時間下去做操作 下去做轉換 我在講的是 面板 群創 友達 彩晶都一樣 面板驅動IC 敦泰 聯勇 天域 細創都一樣 記憶體的IC 記憶體驅動IC 包含像是金豪科 威剛 石拳 廣影 這些都是 還有像是MCU MCU他也沒有辦法順利的去轉嫁 成熟製程報價上漲的成本 MCU也請你換掉 再來是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今天很強沒錯 但是不要忘記被動元件 它一樣是低門檻的產業 所以它一樣會受到成熟製程 報價上漲的影響 壓抑到毛利 所以這些股票 我們就是先把它優先去做轉換 轉換到全新還沒有上漲的股票 其實你以這個邏輯來講 在之後的行情要去做什麼股票 其實還滿簡單的 反正就是避開這些跌生的族群 再避開一些舊強勢股 剩下的只要數字夠好 就會是之後的強勢股 所以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 就算是深茂很強 我還是不建議你去追 原因就在這裡 好 深茂其實從我預告50出頭 預告以來這一段 足足是大約是從50元一直到78元 足足是將近5成 將近5成 它有機會再往上漲 但是你要再期待它可以漲5成嗎 難度很高 漢磊也是一樣 3707的漢磊 好 這一段漲25% 你要再期待它可以到200 250嗎 難度很高 中探針也一樣 從我預告以來一路漲40% 難道你又期待中探針 在年底前破百嗎 不太可能吧 好 再來艾浦 艾浦也是今天的重頭戲 很多人在期待說 艾浦新的買點什麼時候來 我跟你說 艾浦新的買點即將出現 我剛剛所講的邏輯 其實在整個第四季 舊強勢股不要去追 拉回它就是休息 而不是讓你去找買點 除了一項族群例外 叫做IP族群 因為IP族群的旺季 就是在第四季 所以在第四季 IP族群拉回 我們可以去找買點 要去體驗整個IP的魅力 也一樣是把握第四季 所以艾浦今天終於跌停 終於拉回 我知道各位都等了非常久 包含我也是一樣 我在等第三次的買點等了很久 我可以告訴你 2021年底入手艾浦 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你如果想入手艾浦 請你趁這次全新的買點 機會很難得 第一次艾浦的買點在於分割前 分割前從600到800 是第一次的買點 第二次的買點是分割之後 從375一直到大約是600多元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的買點即將浮現 可能會說本週四本週五下週一下週二 都有機會 反正不論如何就是把資金備妥 把資金備妥 這些股票一旦有新的買點 我一定第一時間帶各位去進場 還有把一些沒有機會的持股 先出清掉 出清掉新的買點直接進場 這邊先預告一檔全新的股票 這裡隱藏版的離岸封電 是之後有機會 有機會複製深茂的一檔 全新標股 隱藏版的離岸封電 全聯EPS年增500% 你沒有看錯就是500% 等之後開盤我會解釋 為什麼會年增500% 受惠美國太陽能轉單 這一檔一樣在這幾天會有買點 所以把握機會 不管你要去輕持股還是要幹嘛 這是一個全新的機會 看一下這裡 本週四到下週二 黃金三個交易日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如果說不知道手上持股 該不該轉換有沒有機會 一樣利用廣告時間趕快來電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照顧你的腳了呢 你需要的是居家足療師傅來幫助你 日虎自動滾輪泡腳機 讓你就像請的一位足療師傅 一回家就可以享受最舒服的泡腳按摩 我是阿福伯 我們有泡腳的習慣嗎 我們如果說有泡腳的習慣 我們就知道 泡腳對我們人的身體很重要 我們的腳底要保護 我們的身體自然健康 用這習慣 在這裡之外 有時候要買一台嗎 如果要買就要買這台 我們立法自動滾輪的泡腳機 第一 湯的身體 第二 自動的滾輪設計 第三 運動可以控制 要好個光明的現場 腳要顧得好 就要靠日虎自動滾輪泡腳機 它有著市面上最高52公分的筒身 從腳底到小腿都能泡到 自動按摩滾輪 以及衝浪按摩選住功能 能全方位按摩刺激足部穴道 幫你驅趕寒冷 養生保健 因為我們人平時長時間的戰力活動 讓我們的腳受到很多的壓力 加上風前日記的傷害 肺化距離很高 所以我們採用熱水 泡腳 讓我們的腳有到處 附近身體健康 在腳的部分 經過有六條 有六十多個穴道 我們泡腳就是可以刺激這一穴道 調整身體的機能 長時間坐下來 就能改善我們的身體健康 泡腳是居家養生中最好的方法 每天花個二十分鐘 讓自己在家裡好好的泡一泡腳 省去去外面足療足癒的花費 省去提水壞水的麻煩 就用這一台日火自動滾輪泡腳機 為自己以及家人做最好的居家養生保健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風塵浮塗 最多基本面到深夜石炮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 幫你幫我 好 其實有幾位投資人在說 老師我滿手持股 我目前沒有現金部位怎麼辦 說貝妥資金 但是我目前的資金都在股票上面 沒有關係 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滿手的持股 全部的資金都在持股上面 你直接來電 我們一樣會幫你說一檔一檔處理 哪一檔該出 哪一檔該流 都會幫你評估好 重點是要把握時間 因為這一次的買點 真的 他的時間跟機會沒有到很多 因為說 可能說在本週四過後 這兩件事情結束 聯準會的會議跟OPEC的協議 股市會震盪 但是他會怎麼震 說真的沒有人抓得準 也許說震盪個一天就往上拉 也許說震盪個兩天三天都有機會 所以沒有辦法去精準的抓出說 他到底會怎麼震盪怎麼走 能做的就是先把事先的一些 準備作業先準備好 準備好一旦有買點就是切入 就是進場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能還是會有個疑問 就是說 像是一些疊勝的股票 真的沒有上漲空間嗎 或是說像是一些舊的強勢股 包含像牆帽 宏達電 智源這些 到底有沒有上漲空間在 我這樣說好了 這些股票一定會有上漲空間 剛剛所提到的MCU面板驅動IC 跟面板 記憶體IC 他也許他都會反彈 他都會上漲 漢磊 中探針 或是說美其馬 牆帽這些 舊的強勢股也許還會再創高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你在11月份 再賺個40% 50% 60% 不可能吧 對不對 這些股票在10月份已經夠強了 你還要在他強到哪裡去 難度很高 那你說這些因為成熟製程 報價上漲 而毛利率受到壓抑的股票 你說他要出現反轉嗎 難度很高 因為其實剛剛所提到的族群 不只說他因為成熟製程報價上漲 其中還包含說他本身產業上面的一些問題 我舉個例子好了 很多人會說面板驅動IC 敦泰跟天譽他展望很好 本益比很低 他一定有機會 來 我跟你講 為什麼天譽跟敦泰沒有機會 原因不在於說因為面板的報價在跌 面板的報價在跌是其中一項因素 第二項因素在於說 他成熟製程的佔比也很高 沒有辦法去轉價成本 最重要的一點是 這個時間點你會聽到很多人說 田譽的本益比很低 敦泰的本益比很低 而且他有切入所謂的車用TDDI 觸控面板的驅動IC 觸控IC 好 這個東西可以支撐它明顯的獲利 來 我直接告訴各位 TDDI車用觸控IC 這個東西目前全球的試占率不到5% 大約是4%左右而已 占整個面板跟面板驅動IC 目前車用的觸控面板的 車用面板的觸控IC 只有占全球的4% 以全球來看 就占整個觸控IC的4%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東西根本就是虛的 根本就是虛的 你說敦泰有切入 天譽有切入 問題是全球營收占比才4% 你覺得台場可以拿到多少比例 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你說短線上要有多強 難度很高 多重的利空夾擊 除非有一些新的展望 或是說新的契機 否則這些族群 通通在今年底前都沒有機會 好 當然像是新的強勢股 包含像是前天有買的光照 光照其實就是很標準 在這一段幾乎都沒有動 剛好資金在去做換手的這一段期間 開始有特定的買盤進場 這就是所謂的強勢股 但是光照不接你去追 它的股性比較不好 這裡沒有買就不用去買了 好 今天一樣是持續在往上拉 收得還滿漂亮的 大約是3%左右 光照主要利多在於本業跟業外 可以支撐它全年的獲利往上創高 以本業來講 它是台積電的光照的設備廠 台積電去日本 或是說亞利桑那州設廠 光照一定是很直接的受惠者 在接下來是說 它旗下的像子公司像是有福投資 它的一些在今年的績效其實非常好 對於業外的貢獻是非常的高 這樣子的情況其實 業外貢獻多了 等於是說光照它可運用的一些資本支出 也跟著變多 所以這絕對是好現象 像這樣子在交際的時間點 特定題材就會非常的強勢 好 除了光照以外 光照就是小試水溫 上週有來電的投資人 通通都是買光照 小試水溫先賺個10% 再來最新的是這一檔 隱藏版的離岸風電 隱藏版的離岸風電 它的主要產業別我就不說了 反正就是說它全年EPS是年增500% 為什麼會在500%這麼誇張的數字 等公開了我們再來講 受惠於美國太陽能轉單 因為這個時間點 其實美國他一直在打壓 中國大陸的太陽能廠 他不希望說 美國去下單給中國大陸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台場的包含像是援金帽迪 就會連帶受惠 這一檔它不是純的太陽能股 它算是太陽能混著離岸風電 等於是說它有雙重受惠 今天已經有特定滿牌開始在進場 把握機會 這些都是全新的強勢股 當然最重要的是IP 最多人在問的愛普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買 我這樣說好了 因為整個IP的個股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們沒有辦法像其他的漢磊 或是說聲貌 中山珍這些 沒有辦法像其他的個股 這樣一檔找完換下來檔 IP的股票有限 所以我們就是拉回要去找買點 重點是說因為IP的營收不好去評估 所以你的買點要抓得很精準 我舉個例子 像昨天有一些投資人說 他看到愛普拉回去買進 結果今天又在吃一根跌停 所以不是這樣 你要去評估說這一檔IP 它真實的價格到底是多少 跟它的營收比例 它的NRE或是說授權金 跟一些Turkey量產製造 它的比例多少 我們來去抓一個比較合理 跟安全的價位 所以你去看 像是愛普好了 愛普第一次買點是這裡 600元到800元第一次 好 可能有一些人在分割前 有看我的節目 但是不敢買 分割前不敢買 分割之後又看著它一路這樣往上拉 30% 又不敢去追 好 你去看 愛普分割之後就天天往上拉 30% 35% 一直到40% 50% 好 分割前不敢買 分割之後也不敢追 我跟你說 這個時間點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請你好好把握 在2021年之前 你想要入手愛普 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因為它的營收高峰一旦過了 你說它會回檔嗎 也許不會 但是漲勢絕對不會像 經典第10季這麼的強 來這裡 如果你想入手愛普 想要體驗一下IP的魅力 愛普絕對會是首選 機會難得 在這個位置可能說 375一直到500元 這之間一定會有買點 買點在哪裡 一旦買點到了 我一定會第一時間 帶各位下去進場 如果你手上持股 不知道在今年 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一樣直接來電 直接來電詢問 或是直接視訊我的Light 跟Telegram都可以 所以把握下週 黃金三個交易日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部ńsk 中文部熟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